各位網友好, 今日是12月7日, 華記直擊報導 今天有一個集會, 守護香港撐警的和平集會 在港灣公園, 在英軍中心對面 其實今日的人數, 場地所限, 不會很多 亦預計不是很多, 不過都爆了 始終是民間發起, 沒有大台, 沒有建制派大佬 所以有這個人數出來, 都不錯 但問題是泛民那些, 可能整個維園打爆他 他們的動員能力相對強 我們出來遊行, 可能怕他會扔汽油彈, 傷害我們 所以昨天我呼籲女士不要出來 因為我們怕出來遊行, 會有危險 但他們黃絲出來遊行, 我們當然不敢去挑機 大佬, 自殺嗎? 所以今天見到很多出席遊行集會的朋友 他們都很支持, 特別是 見到我的時候, 他們都會問, 從新加坡回來 很擔心, 終於平安無事 我在這裡一一感謝各位朋友的關懷 但因為今天場地和現場的關係 我不可以逐一跟你感謝 但朋友都很熱心 有什麼待慢的, 不好意思 但華記都會很衷心感謝大家支持 因為我都不好意思, 可能令到很多朋友都很擔心 以及你們的祝福, 我都銘記於心 今天主要是支持警察 我自己出席 因為警察一定是要支持警察 因為警察已經去到一個很累很累的 其實我們要輸入一些能量給警察 希望精神上和各方面都要支持警察 要全力支持警察, 支持警察 還有明天, 反對派在旺角很大件事 他們就會搞破壞 又扔氣又打, 又暴動 那一句, 看著自己的子女 最離譜的是, 他們在理工大學偷了很多 那些花學藥品 然後他們會把城門水堂交給內地的朋友 看到梁振英的呼籲 即是梁振英 他就說了 這個梁振英的呼籲 那就是傳媒報道 城門水堂三波有59瓶化學品 重約137公斤 警方指是中大實驗室的失洩 這批危險化學品 是收藏在城門水堂一帶 據悉, 這批化學品 超過一公升裝 有瓶身, 含有養肌甲酸 五氧化而卵, 流酸等等 這個城市恐怖分子的手段之一 是在水堂和供水系統下手 以製造恐慌, 令社會不穩 大量有毒的化學品出現在水堂一帶 警方會寸力戒備 高度警惕, 提高警覺 和嚴罵抗徒 那, 即是 這批人, 下毒去水堂也想到 接著, 還想嫁禍給內地公安 這批烏克蘭這批分子 都離開了 教人家去水堂下毒, 怎麼搞錯 我想大家真的要高度戒備 哪會有人下毒去自己的水堂 是你那些黃絲港毒 反對拜立法局議員才想到 即是 你在中大那裏偷了一些法學品 你想賴我們藍絲偷嗎? 你想賴中立人士偷嗎? 不是吧 那當然是你的學生偷 這些學生偷去哪裡? 你去城門水堂那裏 看看怎樣倒進水堂 這樣毒我們自己的香港人 唉 另外, 大家高度見剔 另外, 想說一下 今天, 有個不促之下 那個叫做劉紅心 最近都經常出位, 播國歌 他今天就不停捉住華記 想跟我聊幾句 或者希望他多人看一點 大問題是 他希望我和他一起出鏡的時候 他多人看一點 但我很害怕他 因為我很抗拒龍心這個人 因為他一時有黃絲, 一時有藍絲 但其實我也不理他什麼顏色 我都不會理他 原因我主要對他一個行為 就是比較難接受的 就是因為他在去年 他有一個叫做大丁的女朋友 是19歲 他騙了一個19歲的女生 然後直播上床 全世界都看到的 就是大丁的父母 就很傷心 搞到連大丁和父母都開了影片 最後大丁就去了精神病院 就是龍心是為了自己的性慾 騙了19歲的女生 還直播, 搞到別人沒面子見人 就是這些是不能原諒的 就是我不理你播什麼國歌 或者你藍絲黃絲 就是我不理你什麼政治取態 但是你那些行為那麼異常 還有你做的事情是沒有辦法原諒的 你作為一個女性 你比一個男性這樣傷害 那你龍心做什麼都靈補不了你以前做的事 所以我很抗拒龍心 對不起 所以我不想接觸到他 所以我很抗拒他 因為接受不到這個人的行為 另外就是 有時候 特別是最近很多朋友想邀請華記 例如晚上一起聚餐吃飯 或者卡拉OK 喝東西 對不起 因為我都全部拒絕了 因為我不去夜場 我經常都說 因為我不吃煙不喝酒 我也不唱K 我不會做搞手 因為 有些人叫我做搞手 或者搞聚館 因為我不想牽涉 我不想搞政治 我 誰人支持香港警察 我就出來撐 就是這麼簡單 誰人支持香港警察的主辦單位 我就會出來支持 但我不會自己起一枝旗搞 我是不會 我絕對不會這樣做 因為我不是政治犯 我自己有工做 我不是吃政治犯 所以 但是 香港社會這樣撕裂 我覺得 警察是非常需要支持 所以任何場合 我都絕對100%支持 但我不會自己搞 而且 晚上一聚 我都盡量去避免 因為 我不想有這麼多是非 這個世界很多是非 所以我就盡量避免 如果有些朋友說得罪 就是對不起 因為 我免得這麼多麻煩 因為 我不懂政治 政治經常給我這麼多麻煩 所以我都希望盡量避免 這些場合 但問題 例如下午茶 我盡量可以幫到香港警察 或者幫到香港社會 或者幫到一些朋友的情緒 或者有貢獻的事情 我們都會做 另外就是 今天集會都很和平 以及比想像中的人數多 以及可以給到很多朋友宣洩 但是 我發覺都是沒有什麼年輕人 這是一個問題 今天就講到這裡 我們去一下精華片段 現在去片段 多謝 大家好 今天是12月7日 現在我在英軍中心附近 我們今天會參加一個集會 支持和平 支持警察 以及很多訴求 因為今天 那個宣傳度不足 應該人數就嚴重不足 可能會很少人 以及我們都有點擔心 所以呢 我遊行集會 可能就要必備 譬如一支CO2的滅火桶 以及一些緊急急救包 寶夫寧 水 為甚麼呢 因為 我們這些和平人士去遊行 基本上 你都知道 那些黃絲港獨 那些年輕人 現在經常扔汽油彈 以及 他們又會扔鑽頭 即是他們在天橋的地方 你不知道他們在天橋的地方 扔汽油彈 或者扔鑽頭 或者扔路牌 下來的時候 你會打傷人 特別是 如果它是扔汽油彈 炸到我們這些年長的人士 那我希望 因為滅火桶會有些粉狀 以及CO2 二氧化碳 那我覺得 我今天就特地買了一支 二氧化碳CO2 如果真的有發生這些事 我們希望 因為如果你被火燒 一秒都嫌多 所以其實希望可以即時救適它 然後 用一支補膚靈 希望可以減低傷害 如果它是扔磚頭 要止血的 我們有急救包 所以其實我們去遊行 現在都很多這些事情 很重 但問題都沒有辦法 你都知道 那些黃絲、港獨、泛民去遊行 他們是帶汽油彈的 但我們支持和平的人士 我們是帶滅火桶的 好了 我們現在就去集會了 香港 周圍的地方 回到新加坡 去到新加坡 他的職能量 還要影響到 他們的政府 都要留他在這裡 繼續給他們發放職能量 去 我們有請華堅 華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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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危險的 因為他們會帶汽油彈 會扔磚頭 我又怕這條橋 扔過汽油彈過來 又怕那條橋 扔過汽油彈過來 又怕那條橋 又怕那條橋 拿磚頭過來 然後他們還沒給他 扔過汽油彈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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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昨天就 我自己做到那個 我自己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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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他們追回他們 扔回他們 那些黑衣人走 我自己做到的 我自己做到的 那些高層呢 他有一層 高層下面有個中層有一層 現在在周邊 有些防暴命的前線有一層 其實警察都有三層 但是其實現在維護我們市民的 性命財產呢 是最前線那一層 那一層也是最辛苦那一層 因為我在香港做警察呢 他當家其實很多時候 現在是直落三十幾個小時 不僅止 他連家人都要被人政治化 那我其實最近呢 我有個很深的感受就是 因為有位 我又不想說 我怕害了阿sir 但是我看到不說又不行 其實呢 就很多時候呢 因為呢 警察是有壓力的 因為呢 他會被立法局的那些 反對派議員呢 就批他 經常呢 就叫警察 交人 喂 你們警部交人 連林鄭呢 都說 差一點就說 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這些全部是打擊警隊的士氣 所以我今天主要呢 就想大家 支持警察 怎樣支持呢 其實你不要騷擾到那些警察 你離遠的那樣呢 刷個小鈴給他 或者給他like他 你不要走過去 因為他不知道你是不是 好像何君堯那樣 忽然間 喂 跟你拍張照片 不懂得拿把刀出來 反對派是這樣的嘛 所以大家呢 你們一定要支持警察 還有我們呢 坐在這裏都是正常人 正常人 我們要擔當的角色 就做驅魔人 為什麼驅魔人呢 儘量將你的黃絲 小朋友 學生 或者你的子女 變回他們做無顏色 好嗎 我們不要要黑色 好嗎 因為時間關係呢 我講到明天都講不完的 所以呢 我馬上 馬上呢 就要交麥克風給 因為我們接下來 都有不同的嘉賓 但是我想 傳遞兩個訊息 第一個訊息呢 我們作為一個 正常的香港市民 因為現在有很多人正常 他們以為自己正常 他們以為自己正常 但是他們那些是不正常 到呢 就是 早幾天 有單交通以外 有個輪椅汗 被一輛貨車撞死了 反對派那些人說什麼 他們說你們這些警察沒有去指揮交通 你明知道交通燈爛了 你找人來指揮 警察 還有啊 你們那些 維修道路的交通燈的人 為何會換得這麼慢 你去換回他們 罵了 我們是納稅人 黃絲港獨就是這樣說話 還有是什麼 他們傳十個假消息出來 整天呢 就扮自己是藍絲 其實自己是黃絲 就混入了那些什麼 Save Hong Kong 那些群組那裏 那裏 接著扔十個消息出來 其中有個消息是假的 他就煽到你直 講到被人煽都不夠我經驗多了吧 對吧 就是反對派那些年輕人 或者那些政棍呢 政棍就利用了年輕人 那些這樣的純真 來利用他拿政治管治 我今天傳遞都是兩個訊息 支持警察 因為警察呢 他面對的辛酸 我不可以講太多 因為講太多 有可能會影響到其他東西 就是總而言之 我們一定要支持警察 還有呢 你們盡量令到自己的子女呢 變回做沒有顏色 這個很重要的 因為他們呢 常常學整製油氣候蛋 氣候蛋是很傷害 還有臨強水 這些是很傷害的東西 所以呢 就是希望大家呢 用回一個正常人的角色 我們擔當做驅魔人 因為他有些黃絲的毒呢 植入了一個頭腦裏面 有個邪惡的分子 就是有個邪惡的種子 就在腦袋裏面 他以為自己呢 違法達義 立場先行 其實他做的事是錯了 有什麼理由 那個輪椅漢被人撞死了 你怪人家沒有整個交通燈 你怪阿sir沒有去指揮交通 那些阿sir的警力都被你們 那些黃絲港獨消耗了 18區遍地開花 哪有這麼多阿sir 來跟你招呼你啊 大哥 我們那些交通燈 今天整完夜晚你又搏 夜晚搏完第二天 我們整完最後晚你又搏 你天天走去搏壞了些東西 整個貨倉那些交通燈 都被你整到沒有貨 所以呢 那些呢 我經常見到我自己開車呢 我親眼見到我前面押車 早幾天呢 就是上個禮拜我在這裏的時候呢 就因為紅綠燈呢 你是要靠交通燈才能指揮到交通的嘛 就是等於 我們做人要穿衣服的嘛 沒有衣服出不了街的嘛 你條馬路那裏沒有了那些指揮交通 那些交通燈 我們怎樣生存呢 因為現在每一天都有很多的大量交通以外 就是因為敗這一幫泛民港獨所持 他撥爛了那些交通燈 製造了很多交通以外 車死了那個律以外 他的矛頭直指 警察沒有剪回交通 交通燈沒有緊急回收好 喂 那個問題的源頭是什麽呀 那個問題是 這幫暴徒你天天在這裏破壞香港 攬炒 要講呢 真是三天三天講不完 但是呢 我們真是恨之入骨 對這一幫人 我們只能夠希望你們 不要死心 繼續希望做回驅魔人角色 你只是教好你自己的子女 將它變成沒有顏色 好 今天多謝我們Johnny 好 謝謝 我們是和平的嘛 為什麽就不和平呢 我們 沒有被人挑釁 我們現在是被人挑釁的 我先去挑釁 我先去挑釁 我想呼籲一下 其實由這個 6月9日開始發生的香港暴動 接著第一場的和平集會 就是在這個6月30日 何君耀和政賢搞的 在天馬辣公園 我呢 其實今天呢 就由一路我們撐 守護香港或者支持防平 或者支持香港警察 我想說呢 就是我們有一個問題的 我們自己看到 你們的子女沒有跟你們出來的 我們自己的問題呢 不是三歲那些啊 十八至到二十八那些啊 我們自己有個問題做得不好的 你們的子女沒有跟你們出來支持和平集會 這個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所以 當我們要求香港政府 或者要求警察 做好一點的時候 我們自己可不可以做好一點啊 可爹 我們可不可以看實些子女啊 可爹 可不可以 明天不要讓他們去旺角那裏 扔幾油膽 和扔尖頭 可爹 可不可以 不要讓他們去城門水堂那裏呢 他們在紀錄大學那個化學創庫那裏 拿了很多化學毒藥 去了城門水堂 準備去水堂那裏 那我們會怎樣啊 是不是很可怕啊 你們可不可以 不要靠香港政府 不要靠香港警察 靠你們作為父母的身份 你生他出來 你可不可以 用完你的混身解數 希望他由黃色 變回到沒有顏色 可以嗎 有些朋友就跟我說 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和我講幾句 沒用的 我講他不行 你作為人家的老爸老母 你都講他不行 我怎樣說啊 所以我們今天 散了班之後 回到家之後 首先明天 旺角開大便 很麻煩 你們勒住自己的子女 你就是管自己的子女 你盡量按住他 你用什麼方法都好 我們不要給我們的警察 那麽大的loading 那麽大的壓力 好嗎 好 最後呼籲一下 我們支持黃金 不要和我們爭招 也都不要和他吵 好嗎 好 我們本土的大女 明天不要出來暴動 好 我是中華物業 東京分行的租總 我好辛苦 才和我老闆華記 爭取到可以在這裏 和大家講幾句 前大家介紹一下 日本房地產的開放 和推介一些訊判給大家 那麽如果大家是支持我老闆華記 而同時又對投資日本 和日本的生活文化有興趣的話 就千萬不要錯過這個機會了 那麽到時見 拜拜 日本 追尋二十一世紀悠閒快樂 體驗全亞洲最宜居城市 無論是投資 創業 事業 留學 旅居 都可以感受到高品質生活 世界流行地球村 究竟哪裏是最適合中國人的移居城市 當然是日本了 趕來東京大阪享受高品質生活 無論是智業還是創業 我陽官都可以幫到您 微信查詢A66831882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